抗老回春法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帮助 为什么你一定要学这样一个功法 我的投影片里面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是两团能量在相撞 其实我找到这个投影片我就非常开心 因为这两团能量在相撞 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气和血 相撞出来产生的能量推重着我们人体 每一天的新陈代谢 推动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 那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 健康要怎么投资才不会到晚年的时候血本无归 其实投资大家都会 你们都是专家 白老师并不真的懂这个金融的投资 可是我非常的懂健康的投资 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告诉你 我是专家 我是什么专家呢 我是健康投资的专家 告诉你如何每一天储备一点自己的元气和能量 这样子当我们一段归兔赛跑一段时间之后 几年之后你就发现 有储备的人就有底气 没储备的人就衰弱 就会提早的衰老 很多人说白眼老师 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你是教授功法吗 你只是教授功法吗 不 如果只是教授功法 我相信非常多的人可以做这件事情 其实呢 我在YouTube上面 或者是在网络上有很多小的功法 这些都是一些让身体能够慢慢感受到变化的功法 可是如果你是来跟我上课 我教授的绝对不只是功法 因为学会了功法以后 你会不会练才是最大的重点 你为什么会练 你为什么会放弃 第一最重要的是你同不同意 你认不认同 你接不接受 生命健康是要靠自己去把握的 所以老师要带你走的绝对不只是学一个功法 老师要带你的是去走一条叫做自主生命的路 这一条路太重要了 这么多年来 我在全世界教学 我深刻的认知到自主生命是每一个人 尤其到了中年以后必须学习的一个课题 自主生命在讲什么呢 在讲把健康这件事情不仅仅交到医生 交到医药的手中 还有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天能不能够积极的用几分钟 几十分钟的时间 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健康 以发现自主生命的人 和没有自主生命的人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我们喜乐 第二我们体力精力都过人 第三我们比别人慢了 第四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 我们不会害怕 我们不仅有医药 我们不仅有医生 我们不仅可以治疗 我们还有让自己慢慢恢复健康的那一个本钱和那一个技能 所以自主生命是白眼老师在全球倡导所有的人 到了40岁之后一定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其实我们这人一生花了很多的时间 投资了很多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 但是我们缺乏的一个技能 就叫做健康养生的技能 很多人的健康养生是哪里来呢 网络上看的文章啊 偶尔新闻上看的一撇啊 但是那都不够全面 所以其实白眼老师在课堂中除了教你上乘的功法 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你的理念 改变你的观念 如果你能够认同白眼老师 带你走自主生命这条路 而且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之后 从你学功的那一天之后 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会完全的改观 那有些朋友是第一次看到白眼老师 第一次的呢 我相信你可能在YouTube上面 在这个网络上面 或在Facebook上面常常看到白眼老师 可是没有这样子听我讲过话 大概介绍一下 白眼自主健康管理学五远佛界的 这个我们的教学理念在哪里 那我学功42年 教学32年 你应该没有听过一个人从小是被培养 就做教这个自主健康理念的 所以其实我从小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很小就开始接触气功 因为练气功让自己的身体改变之后 从此成为最好的拥护者和最好的推广者 那这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 这是我唯一的一份职业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研究 让人得到健康 让人能够通过我们古人几千年的智慧和文化 通过中医养生这么好的方法来得到健康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工作 也是我最专注的工作 我们都说 其实不管你要找人学什么 你都要找专家 为什么要找专家 因为这个人专门研究这件事 他就是专家 他没有二心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研究这件事情上面 你学到的才是最好的 你学到的才是最具权威性的 所以我们在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教授这个功法 那有几十五十几万人 五十五万人受益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普及的 很多人非常喜爱的 那我们每一次这个在线上的团练 都是几千人在团练 所以其实一个非常得到所有全世界学员爱护 喜欢的一个功法 那白燕老师呢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功法 都是因为媒体报章杂志 不管是在新加坡 不管是在马来西亚 不管是在台湾 你可能第一次接触颤掌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在报章杂志 那老师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这个写了非常多的专栏 那我认为其实一个好的方法 真的是需要系统性的 真的是需要理论性的 慢慢慢慢的呈现给世人 让世人了解 知道养生和保健的重要性 其实呢 大部分认识白燕老师 或认识白燕自主健康管理学 就是两种方法 要不就是媒体 那老师其实花非常多时间 为什么在媒体上写这么多的文章 然后我们推广了非常多的这个小功法 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颠覆 所有人对气功的认识 很多人都认为气功应该是老人做的 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生重病才来学气功 气功不是只是为那些濒临 这个就是疑难杂症的人才去练的吗 那老师希望花很多的心思去颠覆 为什么 我认为趁着你还能动 趁着你还健康的时候 趁着你还好手好脚 你愿意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练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等到自己退休了 千万不要等到自己老了 这也是为什么老师做了这么多的文章 写了这个还有做了这么多小功法以及写书 当然第二类就是朋友介绍的 其实这个功法的传播最开始的十几年 快二十年的时间 八成以上是靠亲友介绍 靠口碑这两个字 以前我们也很少 现在的媒体比较方便 可以有自己的blog 可能要自己有podcast 然后可以自己有youtube的平台 以前真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其实真的是靠口碑传播 为什么我觉得口碑传播非常重要呢 一个方法一定要有效得到肯定 才可能口碑传播出去 你的亲友当他介绍给你的时候 带着无比的爱 他才会推荐给你 一定是他自己有信心 他才会推荐给你 所以当有亲友介绍这么好的功法给你的时候 你只要愿意竖起耳朵去听 你就是有福气的 因为这一辈子你的健康才是最值钱的 这个健康是最珍贵的 而由于亲友有了最好的体验 他推荐给你 他介绍给你 才是最准确的 疫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之前 老师认为最安全的方法仍然是在线上 把这个课先学会 那至于以后 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会不会在实体见面 of course 当然会 但是不要让疫情耽误了我们走自主生命这条路 因为有的时候机缘就是那一瞬间 机缘就是你现在听到了 现在立刻做 现在马上行动 等到再过一段时间 你又忙别的 你又忘记了 你再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机缘就过去了 白燕老师知道 现在非常多的学员 其实对身体健康有很多的需求 那不要等到实体课程开课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在线上 先学先练 其实经验告诉我们 线上课程的效果 绝对不差于实体课程 甚至优于实体课程 本来的团练是你要跑出去 你要坐车 你要开车 你要停车 现在的团练根本就是到你家 所以科技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便利 你也应该趁着科技去享受这些的便利 你也应该趁着科技带给我们的